这个是一个私心的一个漂浮母 他的漂浮母哪能留不留 留啊 肯定要留 就要留他的漂浮母 留漂浮母为啥我们要留呢 留的话因为里面它是有神经的 所以他摸上去是知道的 你去问那些大孩子 他是不是很清楚 他疼啊 痒啊 他都知道 因为知道孙母 我们才要有意义把它留上来 怎么治疗最好 怎么治疗最好 就是一般如果是我 我会建议宝宝 就是我们也不太建议把它拿掉 保留的话就是做长骨的遗植 取一部分的长骨给它 两期手术 第一期先把这个长骨给它呈建了 呈建了之后呢 把手指先保下来 第二期的话呢 再给它攒一个器件给它 让它能够这样动 因为光保下来 它不动也不行啊 对吧 它慢慢地它动 但它有个过程 有个过程